一部狂雕带火了金凯天团 也让取景地广东江门一夜爆黄 作为中国第一巧乡 江门最有特色的要素 古色古香的奇隆隆建筑 从鱼档到强盛小灵通 这里见证了强哥的发迹史 前去最高潮之一 理想高旗盛最牢的地方 在梅加大院 也曾是让子弹飞的取景地 还有安心和闷玉约会的地点 过了 想必也会成为情侣不可错过的打卡地 看完狂飙 你是不是也想来江门 逛旗楼吃猪脚面了呢 满江红客房已突破42亿 助推拍摄地太远古现成成为网红经验 电影在顶区东北角的一个无尽院落奇景 审谈的题词 用办的火光点场景仍然保持着原貌 游客还可以穿上盔甲 浪费一道暖江红 瞬间过一把穿越影 流浪地球2作为中国的科幻之光 也向观众展现出青岛的科幻一面 电影开头出现的大桥 就是潇洲翁跨海大桥 除蛟龙出海 气势夺人 广阔的训练基地场景 则是在流停机场搭建的 更不用提 影片的主要特效拍摄部分 都是在青岛完成的 对剧组而言 青岛就像第二个家 电影《无名》可以说是导演成尔 写给上海的一份情书 为了追求视听效果 成尔要求尽可能实景拍摄 四重造的酒吧 和先生在创编等待的场景 取景地是百年老宅荣宅 美术组还专门在江音街 改造出一条民国风情间 一时间成为打卡圣地 因为这边是民国风嘛 所以今天正好休息 我们想过来拍点照 做个留念 还带来两份 还有蒸排骨 嘴虾 拿破仑等上海美食 也随之走红 强渊都爱的拿破仑 到底有多好吃 你想尝尝吗